九號投票日在即 選務人員忙著拉出動線 不論是中二補選或是臨場左罷免案 民眾投票都要當心別違規 民眾只要進到投開票所三十公尺內 就不能進行宣傳 也不能干擾其他人投票 進到投開票所 手機必須關機 攝影器材也遭到禁止 一旦被發現違規遠景旅程不聽 選票將會被收回 不過投票規範也不只在三十公尺內 在投開票所三十公尺外 不得任何干擾投票的行為 像是這樣拿起手機錄影 就有違法爭議 如果民眾覺得投票被干擾了 可以向警方檢舉 過去發生過三十公尺外錄影爭議 中選會特別提醒 若加設攝影器材 從事監控恐怕有違法嫌疑 若投票當天 民眾在三十公尺外逗留徘徊 甚至有匕首式講悄悄話 等疑似拉票行為 也會通知檢警列為偵查重點對象 宣傳規範也和公投不同 九號投票日凌晨十二點一到 所有宣傳行為全面禁止 不管是網路發文或私訊催票 只要遭到檢舉就處罰 最高開罰五百萬元 不論是避免違規 還是防疫相關規定 提醒民眾行使投票權的同時 都要特別注意 三軍人嚴峻強力砍軍馬運後 採用台北台中 才能報導 防洪 洪 洪